哪个朝代是导致中华文明倒退的罪魁祸首,既不是明朝,也不是清朝。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之中,后人总结出五胡乱中华、安史之乱以及乾隆皇帝闭关锁国三个时间节点,并认为这三个时间节点的存在,让中华文明走向了倒退,从某种角度来说,这三大历史事件的确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。 可事实上,他们的出现,也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必经劫难。 换句话来说就是,某一历史事件并不足以影响整个文明的发展进程,唯有某一王朝的出现,才会真正导致文明发展倒退。 那么,迫使中华文明倒退的朝代究竟是哪一个呢?不是明朝,也不是清朝,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 甚至在它出现以后,后续的中华文化就像是重新起步一样,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改变来摸索继续前进的方向。 没有意义的元朝。 这个朝代便是元朝。 在不少史学家眼中,元朝甚至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,很多人难以理解,好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王朝。 为何会如此不堪? 答案很简单。 元朝的出现,不仅没有让以往的中华文明发扬光大,甚至还走向了衰退。 所以,整个国家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等,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。 首先是社会和政治发展上面,元朝推行的国家生存方式无非是扩张,再扩张。 将内部矛盾不断向外转移以后,民众不需要有过多的思考,只需要支持国家的决定即可。 只是忽必列继位称帝以后,仍然坚持对外扩张。 可无论是海外日本,还是东南亚地区的缅甸、老挝、越南等,都让元朝杀鱼而归。 而这也注定元朝国作不会长久。 其次则是在经济方面,元朝首次推出了行省制的国家管理方式。 这种大行政区的制度,在整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,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可想法虽好,但元朝对地方的实际掌控能力,却让人不忍直视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元朝动不动就出现某一行省饿死百万人的悲惨情况,经济发展一塌糊涂。 文化领域之中,唐诗颂词原曲以及明清小说为五个朝代的文化载体代表。 只是现如今,人们依旧记得唐诗颂词以及明清小说。 原曲还有多少人知道呢? 或许有人会以后人忘却作为反驳。 可这不正说明元朝的文化并没有拿得出手的地方。 当民众的思想受到压制,国家的文化想要出彩,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困难。 最后便是军事方面,蒙古铁骑征战天下的本领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 也正是在蒙古铁骑的帮助下,才让元朝的版图为历朝历代之罪。 可正如前文所言,连彼时的缅甸老挝等国家都挡了下来。 这样的军队真的称得上王者之师,特别是到了元朝末期,既然元军如此强大。 为何农民起义军发动叛乱,元军就被赶回了草原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其原因就在于,蒙古铁骑虽然强大,但元朝的军事管理制度却十分落后。 蒙古人统一天下以后,不想着用先进的治国方针管理国家,不想着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学习中原文化,反而坚持落后且愚昧的部落制。 这不就是给自己的灭亡埋伏,等到大家适应了蒙古铁骑,找到了应对方法,那他们就在无一战之力。 由此可见,没有必要出现,却意外出现,并存在了98年的元朝,才是导致中华文明倒退的真正罪魁祸首。 许多人觉得元朝是历史上非常艰巨,边境非常大的时期,但除了这些战役之外,元朝的诸多举措也导致了中华文明直线倒退。 可害,元朝人分为似的,非常低势汉人,基础不把汉人当人看,结果损害了中华文化的自信,因为中华文明。 元朝过去,宋朝经济十分繁荣,但元朝天然灾害多,各省国民饿死,经济发展欠安,不仅如此,元朝的封号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倒退。 只有到了明朝,中华文化才在奋力修复后,重新焕发光彩。 元朝在军事上也在倒退,这是他引以为豪的,元朝采用了几千年的部落制度来治理国家,几乎让所有人都回到了古代。 马队除了在战斗中战斗力过人之外,他们的战术,武器等也没有创新,还稀泛屠杀城市。 这些残忍残忍的做法曾经严重毁坏了中华文明。 明朝实际上纠正了元朝造成的文化倒退,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大片面,汉朝也有用武之地,并不是中原文明倒退的罪魁罪魁,而是一个看似强横的元朝。 真正的罪魁罪魁是回到原始期间,除了行军和战斗之外, 到处对中华文明造成相当大的毁坏。 除此之外,我国历史上被少数民族消灭的中央王朝不再少数,宋明都被少数民族消灭。 中华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也遭到虚弱,但是他们不算是我国历史上最差劲的朝代, 有个国家从里到外都是极烂,这个国家就是西晋。 首先,西晋的建立就不具有合法性,西晋政权的建立,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, 是靠篡曹魏的皇位上台的,甚至直接是杀了当时的皇帝曹毛。 当时民众揭约晋坐不长,也就是说司马家大逆不道,篡权上位, 不得人心,天地不容,必然不会长远,最后果然一语成衬,西晋仅存37年。 其次,晋朝开历史倒车,历史已经证明了分封制的落后性, 秦朝改郡县是很明智的,郡县制也成为后世行政制度的蓝本, 但是晋朝不顾周朝汉朝分封带来的乱世,毅然决然地开历史倒车, 最后果然由分封导致八王之乱,致使西晋元气大伤。 西晋皇帝质量极低,西晋崇尚皇族内部通婚, 导致剩下来的孩子数量质量都很低。 所以才有了和不食肉迷的弱智皇帝造成的笑话, 中央皇帝能力弱,侧面助长了诸侯王的气焰, 也导致中央政权实力弱。 西晋是第一个被少数民族消灭的中央王朝, 西晋之前,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大规模南下入侵, 都是小打小闹,反而中原王朝经常大规模消灭游牧民族, 但是西晋由于八王之乱,导致国力弱小, 少数民族首次进入中原,大开沙界, 造成汉族人口锐减,由千万级降到百万级, 华夏文明也遭到极大打击, 汉族险些灭族,这就是五胡乱华。 要不是燃敏沙狐令,中华文化就此断了。 还有一种说法是,中华文明倒退百年, 罪魁祸首就是这两人。 说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,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? 有人认为是这种文物,像兵马俑,万里长城, 还有一些像都江燕的东西, 但是这一样说就是比较片面了。 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, 这是世界上唯一从原始社会, 一直延续到今天,从来没有断绝的文明, 而其他的像古埃及,古印度等文明, 现在早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。 那么我们的中华文明, 也不是一直都是向前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, 也曾出现倒退的情况, 而且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两个人, 那么他们是谁呢? 第一个就是安禄山了, 我们都知道唐朝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, 是进入了古代的鼎盛的时期的, 这个人口的经济都是之前没有达到的高度了, 但是安禄山这个人, 自从被唐玄宗提升了之后, 安禄山开始步步高升, 这个野心也就逐渐增大了, 尤其是掌控着北方的三阵兵力的时候, 这个不臣之心也就有了, 再加上这个时候, 唐朝关中地区的兵力空虚, 这个安禄山也就发动了起义, 而李隆基这个人也是越老越糊涂了, 本来文首同关的话, 等到其他地方的军队过来, 自然也就能够接触长安的危机, 但是他不这么干, 就要跟安禄山硬干, 最后也就不得不跑路了, 虽然安禄山的没成功, 但是把大唐给霍霍的可是不轻呀, 最后的结果就是唐朝国力衰弱, 而且藩镇割据的割据形成, 一直到宋朝建立之后, 才算是结束了这个藩镇割据的局面, 而且也是由于宋朝矫枉过正, 也就造成了宋朝军事的雷弱了, 这一切都是安禄山导致的, 另外一个就是明朝的红城仇, 很多人都说过大清, 如果没有红城仇, 很有可能就不会入主中原, 原本红城仇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, 可以说在崇祯年间, 也是给明朝做出过无数的贡献, 光是打退清兵的进攻, 就不知道多少回, 可是很多时候, 当一个人失望太大的时候, 就会产生无限的仇恨, 而当时红城仇被清朝给俘虏了, 这个人属于宁死不祥的那种忠烈之辈, 可是随着明朝的消息一个个传来, 也就让他不这么想了, 明朝这边传来的消息是, 红城仇的家人已经因为他的投降, 而被皇帝降罪,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 他才最终投降了清朝了, 也正是因为红城仇的这个决定, 终于让大清入主了中原, 而清朝的入主中原, 让我们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机会了,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 你小小的订阅,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, 感谢观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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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